按贊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分享给你所有的好朋友 知识一点一点累积 创造财富 创造情绪 这行情真棒 我最喜欢的行情也是 我常跟跟我一起操作伙伴讲 就是没什么涨跌 但是我们的股票会拉到涨停板 这行情是最棒 我反而很害怕说台积电一大涨 你如果说涨个两三百点 结果你的股票反而倒退 你不会开心 观众朋友们 你们每天早上九点四十分 就有看我在盘中连线 刚刚在一点 我们也有在盘中连线 我连线完就赶来这里 早上有问起这档股票叫试电 我们来跟各位看一下它的K线图 我九点四十分讲 这是一个骑行整理的股票 它已经整理到末端了 涨停板 很好 然后呢 华泰 为什么华泰今天应该要涨 这跟比较分析有关 因为昨天的美光继续涨 我们看到今天群联有没有大涨 群联的封装测试就是给华泰做 今天军工概念股强不强 非常强 可是在你们的世界里面 你们就不知道说华泰本身也是军工概念股 听我道来 我们在下半年度我们台湾有一个百分之八十二自制的一个气象卫星叫做裂风者号要升空上去 汉翔有做华泰也有做 他也有得到这个航泰的认证 那你说他不是军工概念股 谁是军工概念股呢 就比如说我们之前跟各位讲新的军工概念股 常常在是我们应该是在我们率先在节目中有跟各位报告的 我当时也讲说不要不要去问旧的 你要了解新的军工概念股在哪里 我就快速的给各位看一下 今天还不错啦 今天最高又来到104 我90块钱就跟各位报告的 那这档也是啊 荣德造场呢 3月28那天就跟各位报告的 今天又拉到涨停板了 而且我们直接在标题讲 倚天屠龙相互征徽 龙德造船再创高 常能航代定起飞 这已经把股票名称都已经写在上面了 所以他会不会涨 你们看下去就好了 休息几天完又继续拉 今天是从盘下直接就一路拉拉拉拉拉 这今天脱票汉 今天从盘下这样拉到涨停板 包含 这档叫保胜光学 保胜光学今天也创了破绊新高 他是从 现在在分盘交易从102块5毛 开始跟各位做说明的 那到今天的高点154 整整涨了50% 所以各位都看在眼里 我常在讲有些基本面 麻烦各位我的YouTube你要扫描一下 你才可以重看一次 我的Liote你也要加入 来这个 3月8号 我们最伟大的妇女节那天 我就跟各位讲 Intel推出高速传输 这有详塑普瑞 因为详塑昨天花很多时间讲 我今天详塑我就不讲 详塑我一样看好 普瑞也是看好的 有讲到群联 对不对 我这边还写8299的群联 高速传输 从回测季线是买点的335块 你这样一度看过来 你看我的股票 我觉得说能不能长线拥有它 在于你会有没有这种 有没有这种想法 到今天的高点 群联总共涨了300 从335涨到423 总共涨了88.5元 来看一下8299 你们看到这个 对啊 今天又穿了波段新高 其实严格说起来 它也是一种齐形整理 你们要会看 我后来是给各位看一下 这也是类似一种齐形整理 齐形整理其实跟平行轨道线是有关联性的 有没有 是不是 这叫旗杆 这旗子往下飘 未来旗杆就有多长 这就是标标整整的齐形整理 对不对 那这种齐形整理 跟我刚刚刚跟各位报告的这个试电 是不是也是一样 我后来是给各位看一下 我可以讲国内 很多分析师还不知道什么叫齐形整理 齐形整理 齐杆多长 它未来这就会多长 这叫齐形整理突破 突破一定要带量 它的量有放大出来了 所以群联也是 包含这个 刚刚各位看到的这个试电也是 所以股票这样上涨一定是有原因的 因为它正在齐形整理突破完 以后继续涨 也就是看到群联这样子涨 我们今天 才会让各位看到 我相信各位你盘中有看的 我就不用再多讲了 在市场上谁有没有这种功率 你们很清楚了 它不是小股票 大股票 你们应该 应该了解这个这个趋势在哪里 这个是从月K线当成材料的303.5 其实有人被我这一集节目感动到了 就算跌停 我一样照跟你讲 那今天的材料又创了一个 我当时也讲 有基本面做后盾的拉回就是找埋点 那他也不负众望 那基本上今天又再创了一个 波段的一个新高 从303.5到今天的445 总共涨了141块5毛 这叫材料 当然你会讲 老师这个时候比较高价股 高价股不好买 观众朋友们 这是在前天 下午一点的时候 我在盘中节目当时跟各位做的比较分析 我觉得说你们会喜欢看我的节目 就是我是讲在前面 我不会说我涨了以后拿出来跟你讲 我就事先跟你讲 我当时我说这个都叫充电装概念 而且富豪还有一个叫做制服器概念 飞龙只赚0.1960几块 建计赚3.070块 富豪那时候才28.7而已 而且现金值率一塌最高 你们都有看节目嘛 对不对 这就是前天讲的 这是前天当时节目上讲的 当时讲的时候大概在30.15 那这个我昨天也给各位看过了 昨天里面也看过了 这昨天的掌势 昨天差一点点就拉到掌停板 观众你不要说 又没看我节目了 我昨天是直接给你公开的 你们看看他今天几点几分就拉到掌停板 我还要节什么 我没有这个本事 我就不配来当分析师嘛 你们昨天对我看到吗 我昨天还说导播麻烦你 我昨天是不是拿一个手机给各位看 有没有 你都看到了 你盘中也验证了 盘后你也验证了 我都给你验证了 我比较表还给各位看 你看这几天飞红旱见机就没什么动 都在动它 为什么会动 因为有比较分析 股票本来同个族群里面 就是要比较出来 你才可以找到真正的钻石 我就比较得出来 你们都有在收看我节目 这盘中连线我还特地把它印出来 这个1.09分是在 前天的时候 我当时在连线的时候 我在讲是你要特别留意到 它是制服器 充电装概念 我还拿这个比较分析给大家看 OK 你就算 你前天没看 你昨天总有看到了吧 你昨天你看到以后 你今天有没有机会 今天还是有机会 我不用讲太多 我觉得市场上 你们不要给自己有个心魔 我讲高价股的时候 你会说高价股太贵买不起 那这个够低价了吧 是只有一天的侥幸吗 这是它的基本面 各位朋友 你要喜欢看基本面 你就把它定格 其实伪讯也蛮强的 因为这是 上礼拜伪讯就开始在拉 这是我之前做的 有关于整个复华的 整个基本面都在这里 它有两个很重要的 因为它本身 它也是制服器有关的 它也跟充电装有关的 它是两个体材 对不对 有两个体材 所以才会那么飘悍 对不对 不容易 观众朋友 你们真的以为说 今天是大涨两三百点 那这个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 这平安昨天各位看到了 昨天平安这样子拉 对不对 你就算昨天才看到好了 你其实昨天盘中 很多人都知道了 那今天是不是继续拉 今天是不是继续拉 那我就讲 你们要的基本面也在这里 为什么平安 因为它有一个比较表 平安也是有比较表的 我今天 平安比较表 我忘了放进去 其实平安就是很简单 你就是跟威刚做比较 对不对 你跟威刚比一比 你就知道 平安是不是低估了 我明天我再把比较表 我就附在上面 这就很简单一个道理 你们要的基本面 有基本面 那如果说我这样子都已经跟各位 这样掏心掏肺都讲了 你还没办法做得很顺心的 那我这有一个财运亨通168的计划 你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当伙伴 对不对 我说过了 想要财富爆发成长 你要看得更深更远 你已经连续三天 连续三天 我相信很多人已经感动了 你们常常会讲 我如果能够早一点知道富豪 我可以早一点知道平安 我可以早一点知道华泰 你本来就有这权力可以早知道 你要找我你就早知道了 我讲白一点就是这样 别人还没发现好股票 我就有办法发现 对不对 从前天的富豪 为什么会讲富豪 伺服器 充电桩 那昨天为什么讲平安 因为美光大涨 他是记忆体模组里面最低估的 那今天为什么要讲华泰 很简单 因为群年大涨 群年和金士顿的封策 就是交给华泰做的 对不对 华泰又是下半年度 有一颗卫星文 咻打上去 叫做裂峰者 百分之八十二都是国人自治的 汉翔是其中之一 华泰也是其中之一 他又得到航泰的认证 所以他该涨 当你了解基本面 剩下就是比较分析 所以我才在讲 别人还没有发现好股票的时候 超越电风已经找到了 请你在展多之前 要跟我一起布局 当机会来的时候 我有展开行动才是真正的赢家 或许有些人 我说实话 你拨电话有一些困难 那也没关系 现在把手机拿出来一下 你就扫描一下YouTube 我真的 我基本面前花很长的时间去写的 才会有技术分析 那么好的表现 你还没加入YouTube 你现在就赶快加入 按赞订阅分享出去 记得开启小铃铛 你可以看到这种就是一种喜悦 对不对 今天早上谈其心的四殿涨停 前天讲的扑华 今天涨停 昨天的平安涨停 今天续祥 那今天讲的是华太 今天差一点涨停 隆德造船今天又拉到涨停 这都你们你们都有目共睹的 对不对 我操作我我可以躺荡荡的 有观众朋友是被我怎么感动的 你知道吗 因为看到我盘中的节目讲完后 我立刻赶来这边做验证 我盘中已经今年是第十三个年头连线 每天两次 我就是要让会员知道说 涂老师没有偷懒 盘中的时候都跟着你们一起看盘 所以我才会去盘中连线 你不要认为每个老师都会盘中 就紧盯着盘 其中的没法我就不讲 至少你看得到我 在你早上刚开盘的时候 九点四十几分 你就看到我对早盘的一些分析 一点要收盘的时候也是我 我跟各位讲一下我对大盘的看法 这样子你们才可以安心 我讲个小笑话 其实也对我有点蛮残酷的 我今天有拖那个 我助理去拿药 上次我有去做智力神经的检查 很少看到人放松了以后 这皮肤还如此的紧致 我还自我自嘲说我没有去打漏毒 我为什么我皮肤会那么紧致 他说我用脑过度 你好像随时都在备账转胎 我说没有错啊 我对股票的这种执着来讲 包含对技术分析的这个了解度 我每天都在告诉自己要更强 要更新要更强 所以我才会跟各位讲 我买股票几个原则 我一定是买基本面很好的股票 我这个口诀你们都会背了 我一定买月季好的股票 形态要棒 法人就会爱 下个一段还有更新的股票 再跟各位做说明 下礼拜 对我在准备就把有一些 我当时为什么会选择 比如材料 那个月可以线大底的股票 包含有一些什么叫股 股价创第二次黄金加差往上 或者是我们在数波浪的一二三四五波的同时 怎么去发掘第二波和第四波 会出现什么形态 因为最难的我可以跟你说 你说看到底 现在大家的功率都差不多 你找到一个底部 只要是法人买突破警线 很多人都会晓得说 是有机会走一比一 可是最难就是怎么拉回找买点 因为在全世界的形态学里面 整理形态是最不好辨别 整理形态总共有四种 一个是箱形 时间比较短 另外一个是卸形 也就是这样子 有类似一点三角形 但是没有那么工整 叫卸形 还有一种叫奇形整理 就相形 卸形 奇形 三角形整理 这四种 通常时间是比较短的 当整理结束以后 他会从原先的趋势 继续往上走 所以才会有所谓的 波浪理论的一二三四五波 我尽量用简单易懂的方式 但是在演讲会的时候 让各位了解一下 因为我说实话 学习一生的钓鱼 比拿鱼给你更好 我虽然不像以前这样子 全省去办演讲 以前我真的是 真的叫古吃 我以前每个礼拜都没休息 全省这样去教技术分析 整整教了六年 六年 都没有休息过 因为那个时候 台湾对于技术分析来讲的话 还是一片沙漠 都是到处听名牌 那我是认为技术分析 起码可以保护自己 那当然 再加上了这个基本面 我们这个团队真的是越来越 不然我问你 你看三月八 我光是这张图表 我就可以跟你们讲说 这个就够了 我不爆牌 但是我告诉你 为什么这个非常强的道理 就是高速传输 因为从原先的通道是二十条 到后来变成十六条 多了百分之二十 你多这百分之二十五 就晶片需求大爆发 昨天的享受还 对不对 昨天享受 我今天就不用再 然后群联也是其中之一 那这个就是你 当你了解基本面以后 你就敢去买一些 跟他老板一样的想法 群联老板也是自己买 自己家里的股票 那你说要不要学技术分析 当然要 我给你看一下 为什么回测 这个回测是买点 他突破了这条叫做年线 然后又来回测年线和季线的时候 一个红黑棒拉上来 代表这个 骑行的末炭即将整理完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买点 所以你股票上涨一段 他突破了年线以后 这个压回 我看到这张股票 我会想到今天有一档股票 终于来到年线 当时我在节目中 也跟我讲 他一定会来碰年线 那时候捷御还说 有可能吗 碰到年线 够牛了吧 这咖够牛了吧 今天碰到年线了吧 所以为什么我在教技术分析过程里面好辛苦 就是你们很容易被以前的传统技术分析给绑住 传统的跟你讲说什么季线下弯 半年线下弯 年线下弯都要走开 我却独排综艺花了半年的时间跟各位讲 当你了解形态学以后 上面的压力就不是压力的 为什么 因为大家要有面大于线大于点的观念 既然我打了一个底部形态 上面的均线居然是反压 笑死人了 到底懂不懂技术分析 对不对 我是不是一直跟各位讲 你的股票能够报得比较久 是不是要看月K线 大于周K线 那对啊 所以我常常常讲说 你们要学到最正统的技术分析 麻烦你这个YouTube 麻烦你再扫一次 你的Liote里面 你也在扫一次 比如说你要跟着我操作168专案的 你不方便打电话 你也可以借Liote来跟我们做联系 我说实话 最开心就是当你把你之前讲过的股票 汇集成车的时候 来交技术分析的时候 这就是人生的一大热市 对啊 我说过了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我说不讲高价股 你看这个前天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感动 你如果收看我盘中节目盘 你应该感动了吧 今天这几天大盘有大涨吗 观众朋友 你自己问自己有大涨吗 为什么我前天在盘 这个盘中一点节目讲的复华 抠心也给各位看了 昨天这样子涨 今天再涨停 这要不要实力啊 我有沒有需要在这边跟各位 讲一大堆的股票 那就好比在夜市里面射气球一样 那一二十个气球摆在那边 随便拿一个争议 一定会中一个 我没有 我就是这几档股票 我也不需要多 我觉得就是要精 你去做好比较分析 当你看到有做伺服器的 有做充电桩 充电桩的股票已经在涨了 你的股票还没有涨 那就是一个机会 就赶快做个比较表 跟大家讲说它值得 那没有让各位失望 然后你真的要学基本面的时候 你就YouTube你扫描过以后 麻烦你你就回家慢慢看 我有需要再一个一个念给你吗 这浪费你的时间 也浪费我的时间 你可以在家里慢慢的去看 那这个也是平安 平安为什么会涨 因为记忆体 对不对 记忆体我昨天已经给你看过了 那这是他今天的走势 只是那比较表 我今天忘了放上来 我明天再放给你看 他也是借由比较出来说 跟威刚一这样比 好像股价偏低了 所以他才会连续两天这样子涨 那基本面在这里 你们那么喜欢看基本面的 你就我麻烦各位一下 你回去真的做点功课 我都帮各位写好了 你回去就把这个基本面 好好的念一下 好不好 你就晓得我怎么在选股 那这些动作你都做完以后 你发觉还是跟不上 你要早知道 我要早一点 早一天就知道平安 我要早一天就知道富华 要早一天就知道华泰 我给你一个管道 财力亨通168 你可以跟我们做一个洽询 对不对 我要做的股票 就是别人还没发现好股票 超越电风帮你找到了 你想要财富爆发成长 你要看得更远更深 你就来找我 我也要跟各位讲 你不要等股票涨多了 你要提早布局才对的 机会来临的时候 我有展开行动才是真正的赢家 这168的这个财运亨通 这个招案就是为了各位 再看一次财运亨通 念起来是不是好顺 想要财运亨通的就加入168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整个洽询 还有每天也是跟各位讲 还没加入YouTube的 请你拿手机扫描一下YouTube 也扫描一下Lite 也可以借由Lite的表单来讲的话 给我们做个私讯 谢谢 预祝各位明天 每个人都涨停板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